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来继续学习六主谈经 今天学忏悔品第六 要学习什么叫忏悔 怎么叫自信如来 什么叫自信五分香 所以要学五分法身香 还有自信的忏悔 所以是花式红世苑 我们来学习 第一次开始 十大师见广哨及四方四俗 评计三中听法 就是说那时候六主大师见到广州跟韶州 还有四方的学生、读书人 还有一般的净人 大家都来到他的山中 就是朝西这边听法 于是声作告众约 就声作啦 跟大家说 来诸善之士 就是称呼大家都是善之士 此事需从自信中起 于一切使 念念自敬其心 自修其行 见自己法身 见自心佛 所以能够自度自见 只得不假到此 所以你们今天来到这边啊 大家有缘听到六主谈经 全部都要依着这一句话为主 之间的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从你的自信而起的 所以一切使念念自敬其心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学佛 就是要念念自敬其心 然后呢 自修我们自己的身口一行 可是呢 先解条件要见自己的法身 所以你要见自己的法身 才知道怎么修行 见自心佛 然后依着自心佛来自度自见 这样子啊 才不假你自己来到这边遥远的路程啊 这样是很辛苦的 所以修行 从这一辈子到无量辈子 每一辈子都是要这么修的 所以这本书搞不好 我们从唐朝就看到现在了 所以一直学习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了知一切时钟啊 都念念自己有一个自信清静的本心 要自修自己的道行 见自己的法身 啊人人都有一个法身 叫做自心如来 自心如来 啊依着这个自心如来 就会能够怎么样 得三身四智 得三身四智 就有什么 圆满的报身 还有自信清静的法身 圆满的报身 一根转为圆满报身活 然后前五序转为千百亿化身 所以就这样就做五分法身相 以后就表知自信有五分法身相 啊所以六祖的方法是怎么样 先认为你有一个自信清静心 最后会成佛 那既然最后会成佛 那我现在是不是也有自信法身 啊成佛的是一百分 然后我们每天就知道我有一个自信法 啊每天开外一分一分一分两分三分 那直到成佛是不是一百分 啊然后现在我其实就有自信清静心 我现在就有了 因为你最后一定成佛吧 啊六祖这个时候就是 壇宗就认为人人具有佛性 人人都将成佛 啊所以就把成佛这个果 我们是修行最后当成果 成果就这个因果 最后就得佛 那我们就把佛位搬来现在 从现在起就依着这个佛 自信佛而修行啊 这个就是禅宗的 就是先你要确认 你有一个如来藏自信清静心 在寒藏染污的种子 那变出八个世之后 第八世是无漏的有为法 前七世是有漏的有为法 那我们修行要依着 你有一个自信清静心 然后呢依着这个自信清静心 自信佛 依着你的意识去依着它 然后一点一滴把七转世 转成无漏的有为法 那一开始当然是要先把意识转成 开悟明心 你了知啦 你见得啦 知道啦 认同啦 这个就叫做你已经开悟了 如果我们如果以为世学来说 我们如来藏自信清静心 却寒藏染污的种子 那变出八个世修之后呢 一切最圣故的八个心王法 与此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法 然后呢二手现影的五根五成 还有一个法成 那这样子在运转呢 你世间就可以了之啦 那如果说这个桌上这个咖啡 这两个字要怎么念出来 这个是明字下啊 这所谓不相应刑法 就是说会啊什么 再变出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 其实是可以很多很多的 然后呢 在共同四手显示六个无为法 然后深空真乳三个 法空真乳三个 啊时时刻刻都有法空真乳在相应 然后法空真乳是什么啊 你知道你有一个如来藏自信清静心 他是清静的 他时时显出了 你要依着他而前进 那个时候就叫做你有一个法空真乳 是法性无为的 他就是你的自信真乳 啊你全部把它弄清楚啦 最后那个状无虚空的 最后经过了这几个过程 经过了折灭无为 非折灭无为 不动无为 享受灭无我 最后清静啦 就成佛啦 那成佛呢 就是说这个自信清静 本来自信清静的心 这寒常染污的种子 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 就变成无法为性 本来自信清静性 还有前面的三身四字已经圆满啦 你的义字已经转成妙观察字 义根已经转成平等性字 然后第八字已经转成大元净字 前五字已经转成成手作字 那这样就圆满 啊以这个立场啊 推到你现在修行 就是朝这个方向走 啊如此 所以大家都要先自己承认认同 自信决定自己有一个法空真如 使使盖显现 所以他是自见自心佛 制度自戒 使得 不假大家都来到这边啊 既是从远处而来啊 而且聚除在此会 都是很有因缘的 今可各自福贵 大家就跪下来 依着你自己坐的地方 站的地方跪下来 先为大众传 自信五分法身相 然后呢 再传无相的忏悔 自信五分法身相 啊所以你最后成佛啦 你就有法身 五法为身 所以五法为身就是 自信清净心 已经出了烦恼障 跟所知障 所以三身四字已经圆满了 啊你要让他圆满的先解条件 就要具足了五种条件 啊就是 戒定慧解脱 解脱之见相 啊这个就是 五分法身相 啊如果二圣人啊 他就没有依着法身 所以他就只有戒定慧解脱之见 这样子就成为五分相 怎么二圣人没有依着法身 因为他们没有开悟进入法身 所以我们说 世所显示六五分的时候 身空真如三个 法空真如三个 他是依着折灭五分 灭除烦恼 然后呢进入不动五分 享受灭五分 他们没有依着虚空五分 本来就有一个真如心 解说一下好了 就是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世间都有一个电影 这个布 这个布就在电影的光影 就在电影上这块布上显现 生生灭灭 这个就叫做生空真如 我们称呼背后有一张电影那张布 它一个布就是生空真如 然后呢进了一步说我们一切万法 都是由背后的真如心变出来 它是壮如虚空的 它是虚空不生不灭不够不静的 它本来就如此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自性真如上面演戏 你如果以这个光影为主就是生空真如 然后你如果了之背后还有一个大的真如本心 它是无形无相的这个电影部 这样子就是你依着法空真如 因为二圣人没有依着法空真如 不是说你也一个佛性 我也一个佛性 你的佛性所以我开路了 所以我了之你也有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以这个立场来说 你的意根就转成平等性质 那二圣人的模式是 因为我具有烦恼 你也有烦恼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烦恼灭除了 可是你们众生因为都不信佛 所以你们还在烦恼手 支配着在虚妄颠倒里面 所以是你们笨 因为你们不信佛 大人的观念是说 因为你们不知道 所以众生无边试验度 众生因为不知道 所以要发愿到最后就会有 所以似弘试验是已 大圣的立场来说的 因为众生本来都有一个如来葬心 可是他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有义务要告诉他 这个就是大圣法 一开始就不同了 我们说大众就胡贵施曰 一者戒乡 既自心中无非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 无劫害 四名戒乡 二为定乡 就是堵诸善恶的境界相 自心不乱 名为定乡 第三个就是会乡 自心没有挂碍 常以智慧 官造自性 不造诸恶 虽俗众善 心也不止走 敬善念下 体恤孤贫 名为慧香 是者解脱香 就是自心没有攀岩 不是善 不是恶 自在无碍 名为解脱香 无者解脱之见香 就是自心 自心既无所攀岩 对善恶都不可攀岩 然后呢 也不可以 沉空守己 沉空守己 就是停留在 一念不生 像石头一样 这样子也不可以 须记广学多闻 四字本心 达诸佛理 何光皆悟 无我无染 直到菩提 真性不易 名为解脱之见香 全部六祖禅经 就是说禅宗 全部要以第八世 我们说第八世是生灭 以不生灭的和和 不生不灭的 就是真如本心 然后呢 第八世是无漏的有为法 那运转前面七转世的就是 有漏的有为法 然后开始学习转移 这个无漏的无为法 视为修行 因为你要跟无漏的无为法相应 所以你要以这个为目标 所以所有的禅经 都是一直全部都是以真如心 所以你说真如心 它是怎么样 它是本来就无事 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 无劫害 这个全部都是什么 真如心 这个心啊 它是不分别心 它是无善恶的心 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第八世 它只有走手五片性 它是恒而不审 它没有善恶 它是无济性 唯与舍相应 可是呢 我们的意识心是什么 有善是依 有一肚子的坏水 所以它是有善恶心 它是虚妄想的心 所以第七世跟第八世 是有边际直性的心 要把边际直性的染污 把它转成清净 这才是修行 可是要依着本来自性清净 它不善不恶 所以说六祖一开悟的时候 我们常说 何其自性本自清净 它是本来清净的 何其自性本不动摇 它就是四禅八定 本来就具足了 我们上次说禅定就是什么 四禅八定都是什么 意识的境界 意识的境界是建立在背后 有一个什么 壮如虚空 所以背后有一个壮如虚空 它本来清净 才是法空真乳 所以法空真乳是壮如虚空 依着前面的有东西 而建立了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就是什么 一切罪圣故 二手献引故 二手献引故 献出了八个世 然后八个世 与新所法相应 那相应又献出了 十一个设法 五跟五成 还有法成 那才有义士跟法成 违缘在四禅八定里面 如果在玉界初禅定 以前才有前五世 所以才有境界 才有法成 才有一些境界相 所以全部是不是都四禅八定 都是二手献引的境界 献引的境界 背后要有一个如来葬心 本至清俊 本不生灭 这一个壮如虚空 它本来就是没有截害 它本来就是无分别的 所谓无分别 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心 一看就是咖啡 你的第八世 它只是帮你献出这个影像 它自己没有分别 它要到什么时候才有分别 它要到成佛地 第八世也有二十一心 它就有分别了 第八世是大言禁止 对不对 你现在我要喝咖啡 我五根转过来 把五根射受外五层进来 外五层进来 你的第八世就帮你变现眼耳鼻舌生意 对外在的射身香味处罚 把外在的射身香味处罚 印在你的脑袋瓜 天上的A 是我们的B 脑袋瓜的C 这个C是谁帮你变的 第八世帮你变的 变出来 他自己不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可是呢 借着这个甘禅四相偶的时候 就能够去分别了 所以能够见闻觉知长袖的功德 本如来藏的妙功德性 他不是因缘生 他也不是外来的 所以可是我们要跟他相应 假设说我们要相应出国 二国三国 我们说一定要什么 借定慧圆满 借定慧圆满 你才能够正得出国 依戒生定 依定生慧 依慧断除烦恼 而正出国 假设我们说 二国淡薄的贪嗔痴 淡薄的贪嗔痴 你就要有二国的戒 三国的戒 四国的戒 初地菩萨跟十地菩萨跟佛的戒一不一样 不一样 佛的戒就像壮如虚空 都没有戒 可是还是有戒都成就了 然后假设你是三国 三国的戒是什么 远离了欲戒了 所以叫做离生喜乐 离开欲戒 那我们现在假设要成就二国 就要什么 淡薄欲戒的贪嗔痴 你要淡薄欲戒的贪嗔痴 至少要怎么样 成就了五戒 就是杀到淫妄这些都不可以 那你是不是就能够成就了戒 成就戒才能够什么 依戒生定 你说我离定定律都跑不出来 如果你说你成就出国 是未道地定 依戒的定 听一听就清楚了 听佛陀讲经 经六祖直接跟我们开示 听大法师讲经 那我们就心得决定 就能够永远不去做杀到淫妄的事情了 不违背了自己的信心 也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做杀到淫妄 把他杀死我就下三恶道 因为为什么要杀人家 为什么要去这样 因为你有面子的问题 他伤害了我 如果你不在意自己面子的问题 因为面子是什么 我 所以不在意我而去造杀到淫妄的事 所以叫不下三恶道 得出国 得出国之所以能够得不下三恶道 是因为你已经守戒了 一开始守戒的时候是固定的 是被要求的 可是你戒已经成就了 就得那个定 然后在定中在思维这件事情 就确定了 依定而断除了这个烦恼 我不会依着人我贱的问题 这个我的问题 而去造杀到淫的大恶业 所以我不下三恶道 所以得出国就不下三恶道 不是因为你正得出国 所以不下三恶道 是因为你已经断了我贱 不会依着面子的问题 去造三恶道的事 所以是不是先解条件要先有戒 你要得恶果的时候 又要有恶果的戒 三果的戒 是不是比恶果的戒越强 又多 其实戒是越来越多 其实就是你知道这个就不能做了 可是到成佛 就所有的戒非常很多 可是他都不换了 如此就能够赤地成长 所以一开始戒相就是如此的 如果从真如这个东西 他有没有戒 他没有戒 可是他全部都是戒 这个就是成佛已经具足了 可是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的意识心要相应他 假设成佛是一百个戒 可是现在一百个戒佛都具足了 可是我们要得出国的时候 只要守前面的十个戒 恶果就是再多十个戒 自必成长 因为你有戒相 所以你才有定相 你有定相 你才能够有解脱相 你解脱了 你才能够说给人家听 你才有解脱之见相 所以如果你定利都提不起来 你已经得出国了 就是断我见了 你要得二国 就要得未到必定 社界的未到必定 你要离开欲界 当然欲界的贪嗔吃爱 男女的爱立刻都要离开了 所以因为离开不了这个吃的贪 还有社生的贪 还有男女欲的贪 所以你的社界出禅就生不起来 就是如此 如果能够生得起来 你才能够得社界的未到地定 而得真正的淡薄的贪 然后淡薄的贪嗔吃 从二国进入三国 然后你才得了二国的定 戒相 然后得二国的定 然后得二国的定 才依着定而生慧 依着慧淡薄贪嗔吃 然后你才得了解脱 依着解脱之后 你去了居 他的见到之后 你去思维 为什么我见到 我依着苦极灭道 然后去了知八个世的运作 然后我能够去现观 了知我见地 见的境界 还有八个世的运作 然后灭楚的境界是什么 然后这样就说 我已经能够现观 心往心所滑的运作 我也能够现观那个境界相 我也能够离开 依着机会地 而离开这些境界相 而断除了他 我能够说得清楚 那个样就是解脱之见相 能够现观这一切因缘 出国的界定会解脱 解脱之见相 是出国的 二国又二国的 三国又三国的 四国四国的 这样次必成长 相对的解脱 抛道如此 菩萨道也如此 最后其实能解脱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 本来自信清静 他本来就解脱了嘛 你是因为还有杂染 所以你被绑住了 最后全部都自信清静心 已经出了烦恼障 所以叫做完全解脱才成佛地 所以我们简单再把这边再念一次 大家都懂了 所以呢 戒相啊 他就是自信 我的第八是 自信 他本来就无非 无恶 无嫉妒 无贪嗔 无贪嗔 无绝悍 这个名为戒相 就是说我的真如心 本来就如此的 可是我的意识心要学习 跟他这样子 如果他得到佛地是一百分 那我现在要得出果的 那我就得十分 你的戒就只戒个十分 所以我的自信本来是没有贪的 没有饿的 没有嫉妒的 没有贪嗔痴的 没有劫害的 可是我只有做十分 我就可以得出果 这样子 这个是为戒相 相对的依着戒 你就能够得定 既能了知这善恶的境界 你自信不乱 你真如的心 他本来就不乱 可是你因为依着戒 慢慢得了十分 你要得恶果 你就至少要二十分 那这样子 对善恶的境界 自信不乱 名为定相 所以我们说 你要得出禅定 要巴疯不动 巴疯不动 就是撑击悔毅 力衰苦乐 这些境界 你都能心不动 这就得出禅定 得出禅定 就有三果的正量 有三果 如果你已经断了我见 加上断了我见 你已经得出果了 认同了 再加上出禅定的界定 然后你就会在出禅里面 去思维这个活法 就确定了 那你就得三果然 如果你是菩萨道的 那你就得入出禅 就如此 所以自信不乱 名为定相 第三个名为护卫相 就是你自信无碍 常以智慧观照自信 不照诸恶 虽修众善 心也不执着 能够静善念下 即心虚孤贫 人家比较贫穷 你也会去照顾他 因为了之 众生是平等的 所以金序孤贫 名为慧相 因为你已经 意识心转一真如心 假设出果是十分 恶果就是二十分 你已经赤地成长了 然后你的意识转一他 慢慢的界定位 而生起智慧的观照 然后呢 第四个叫做解脱相 既自信无所攀岩 不失善不失恶 自在无碍 名为解脱相 因为你能够解脱 为什么你解脱了 我心解脱 慧解脱 聚解脱 大家就说出果了 就是说我们简单说心 已经解脱了 心解脱涵盖全部 然后呢 第二层 三果叫慧解脱 我依着智慧 虽然禅定还没有那么好 可是我已经可以慧解脱了 三果叫慧解脱 然后四果如果四禅八定都具足了 我们就叫做 具解脱 如果三明六通都清楚了 就叫大阿罗汉 大解脱 解脱就是把烦恼给灭除了 最后只剩下真如心存在 那个就自己入涅槃了 这个就叫解脱入无语涅槃 可是呢 菩萨人呢 就要慢慢在学习 也是要从出寡二寡 然后开悟明心之后 在三贤慧慢慢持地成长 把自己的真见道相见道 根本志跟后得志 慢慢成长 都得一百分 才能够入出地 入出地了 也在持地在断除 修所断的这些种子 就是见货跟施货 所以施货是属于 具身我质跟具身法质 所以在出地之后 再来灭除 相对的 他出地的菩萨 他也可以性葬永福 如阿罗汉 他也可以说他解脱 所以等于是会解脱 所以你说我解脱了 其实是因为你把染污灭除了 把之后面的清净心显现出来 不照后有了 所以就说我解脱了 我可以入涅槃了 所以解脱相就是自心没有攀岩 你的意识心不再攀岩 你不是善不是恶 他本来就自在的 所以名为解脱相 然后解脱之见相 就是自心既没有攀岩善恶 也不会沉空守己 也不会停留 我解脱了 可是我天天就坐在那边 也不失一点办事情 也不去救度众生 也不去讲经说法 你只是禅坐在一念不生 只是在四禅八病 像石头一样 就冷水浸石头 不可像沉空守己 冷水浸石头一样 这样是不好的 你因为你经过了戒定慧解脱 解脱之见相 你知道怎么解脱了 那再把你这种智慧 厚德志的智慧再说出来 去现观 那你就说我得初禅 我得三果必须要有初禅令 然后我学了什么戒 然后才能够相应 你得初禅一定可离生喜乐定 离开欲戒的 对八风不动了 然后呢 我就有初禅定 然后我在三果或在初地 我就能够去体会 要正如三果必须依着什么智慧 然后呢 接着正德了 就能够去现观察 然后这个依着戒定慧去观察 然后观察苦极灭道 这些的运作 发现就了之了 就能够会跟别人讲 所以就叫解脱之见相 啊所以呢 名为解脱之见相 至心无所攀岩善恶啦 也不成空守己啦 而且要广博多文那慢吧 这道理弄得更清楚 啊然后人家问了 我才可以说得出来 要不然你说你是得三果 那你去说一说 我说不出来 所以有的老师 会多少就会讲多少 啊有的老师是会 啊可是叫他说 他就是说不好 啊如此的 所以阿罗汉有的很会讲 有的不会讲 就是因为他没有解脱之见相 啊所以二圣人 没有法身 他不依着法身 菩萨人依着法身 才有五分法身相 啊所以解脱之见相 要广学多文 四心达本 要四字本心 要了知之心是怎么状态 阿巴尔士的运作是怎么样 达诸佛理 然后在和光皆悟 在跟运大众在接在一起的时候 又能够说得出来 然后呢 真如本性本来就是什么 无人无我 他是空性心 他本来自信清静的 他本来就是无我无人的 因为我们说 八是一切最圣故 一切法无我 他本来就是无我无人的啊 可是你解脱了解脱就跟真如完全相应了 那当然就是无人无我 而指打真如菩提本性 然后真性了之真性是不义的 那时候你说得出来 名为解脱之见相 所以这个自信五分相 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 就如此了 都是依着真如来说的 你的意识心要转依他 十分二十分成佛假设一百分 你戒定慧也要次第成长 所以一戒才能生定 一定才能生慧 一慧才能断烦恼 一断烦恼才证果 证果了之后才有解脱 解脱之后再去宪观才有解脱之见相 相对的大圣如此 二圣的也如此 可是二圣依身空真如 所以他没有法身 所以他没有众生本来平等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善之士此相各自内心 你要自己去学习自己熏习啊 让自己发起这个自信的这个相啊 莫向外求不要再向外去寻求啊 今云如寿的这个叫做 无向善悔灭三世罪 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学习 无向忏悔来灭三世的罪 令我们三夜清静就是身口亦清静 善之士各随我与一使大家一起道啦 所以众弟子等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痴染 就是说大家一起过去现在未来每一个念头啊 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都不要被愚痴染啊 从前所有的恶悦愚痴的谜等罪啊都惜忏悔 愿一使消散永不复起 永不复起就是永不再造作啦 这样就叫不恶过啦 啊修行最难的就是这样子要慢慢学习一次又一次啊 告诉自己啊那个大罪不换啊小过没有关系 因为没有办法在世间一定会有一些小小见没有办法圆满的啊 可是大过不可以换啊 所以一切西皆参为愿一使消散永不复起 然后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啊 刚刚是愚痴这个是骄狂啊 所以刚刚愚痴就是属于六根本烦恶 意思的贪嗔痴慢疑二见 这个是六个根本烦恶那一根的呢 贪痴我见慢香水啊 所以是根本烦恶 根本烦恶没有换啊 他后面的小水烦恶就不会跟上来 所以六个根本烦恶灭除了 贪嗔痴慢疑二见 所以念念不被愚痴染啊 这是然后接着呢 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啊 骄狂是属于小水时烦恼啊 你有为什么我没有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不公平就会生起什么 愤恨然后就是害人啊 就是如此 所以不被骄狂染 所以从前所有的恶业啊 骄狂等罪都要篡围 就是不要那么不会比较 啊因为没有我啦 就慢慢不会比较 因为断我见了就比较不会比较 所以随否一开始 一定要自心自得决定 不再为了这个面子的问题 出口断除人我见 所以才不会下三二道 啊依着佛陀听法 大家一听完了 就叫心得决定 啊得法眼镜 这样就是得出口 啊所以学佛一开始 一定要心得决定 说我已经得了出口 啊依着前面的戒定会 解脱解脱之见相啊 啊如此 所以不被忌妒染 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 不被忌妒染 啊就是死小水 焦急奸狂 死烦恼 恼恨恨恶 惨害人 啊不被这小水烦恼 所烦恼所染污了 所以从前所有恶业 嫉妒等罪 西皆忏悔 啊如果我以前有做这样子 我就忏悔 把过去的事情搬出来 说一说 这个叫做忏悔 就是后面以后不再造作了 就叫悔 所以呢 一切不正确的是 西皆忏悔 愿一死消灭 永不互起 永不互起 永不互做 这个叫悔 善之士们 以上是为无相忏 啊什么是无相忏啊 依着真辱 它本来就是壮如虚空 它本来就是无相的 啊所以我们说开悟的时候要什么 要在世家醒 软鼎忍世家醒之后 软鼎忍世间第一法 应全首取的也是空 顺后能取的也是空 然后后处无所得 先了之 能取首取都是空的 就是正得了断我见 然后再参禅后处无所得 处得了真辱 它是无相的 然后才说有见无相 待如相起 有见无相 而处得了真辱 生起了根本无分别致 那依着根本无分别致 禅后再依着菩萨无法三自性 明相觉想正志如辱 依着根本无分别致 禅后有明相觉想正志如辱 有后得志 如此才有慢慢的智慧一起生出来 所以这样子才说 它跟真辱相应 它本来这个叫无相真忏悔 云尔名为忏 云尔名为忏 云尔名为悔 忏着就是忏起前眼 忏把花路 把过去造作不正确的说出来 忏起前眼 然后从前所作 所有的恶业 云尔名交狂季度等罪都灭除 永不复起 名为忏 那悔呢 悔其后过 不要再造作 从今以后 所有的恶业 云尔名交狂季度等罪 今以觉悟 西皆永断 更不互作 是名为悔 故称忏悔 忏其前眼前面 以前所作的刺情 然后悔其后面 以后过 以后过 就不要再造作了 故称为忏悔 还忏悔 总之取现行 八个是 在运作的时候 假设我过去 所造作的事情 不对 然后跟 对手 对一个人 跟他 我以前所做的事情 不对 我跟佛菩萨参为 请你来旁边听 然后呢 我是不是去把 过去不对的 这件事情的 种子生出来 然后种子起现行 叫做因 种子能取的 因能变 变出 七转式的事体 然后再果能变 把过去的这个叶种 拿出来 然后变出来 然后我依现在的 慈悲的智慧水 把这一个种子给 种子起现行 现行熏种子 它变成清静了 然后这个种子又回到如来藏 那以前 脏的种子 是不是一点一滴 就变清静了 所以这个烦恼就变少了 然后呢 以后 种子生种子 然后我依着 种子起现行 现行熏种子 然后这个种子 就是种子 生现行 现行熏种子之后 这个种子又回到如来藏 方便说 是不是这个种子 生新的种子 所以种子 就种子生种子 就叫做现因变 我现在让它改变了 然后种子生种子 就种因变 它也改变了 如此慢慢改变 把一切种子都改变了 所以因为忏悔 所以我就不互做 我也说过了 尽量就 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不互做 我就依着自信清静心为主 依着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相 然后去地成长 因为大家都一定会 错错 因为大家都是众生 所以没有不造错的人 大家都一定会造错 就发露出来 让种子起现行 然后依着界定会 依着佛菩萨的力量 依着大众的力量 然后你自己就让这个种子清静了 如此 认为是依着大家的力量 还有自己自心自省的力量 把这个错误的拿出来 然后借着大众的力量 佛菩萨的力量 让这个种子起现行 然后依着智慧水 依着佛光让它改变了 然后回到如来藏 又慢慢都是清静的 如此赤地成长 是明颤悔 所以颤其前沿 悔其后过 永不复做 穿知序们 我们一起花式红试验 各需用心自己去听 聚心众生无边试验度 本来是众生无边试验度 现在这些 你都是你自家的 如来藏自性清静心 却变出一切万法 你也在你的万法 你的自性如来藏里面在运作 我也在我自性如来藏里面运作 可是我们有共中共 这个世间这边在运作 这个才有共业的世间 慢慢互相成长 所以自性众生无边试验度 自性烦恼无边试验段 自性法门无量无尽试验血 自性无上佛道试验场 所以你这些烦恼是你家的 你也慢慢灭除 自性的众生 所以先度的是度你自己 然后呢 有本事在度化外面的众生 所以自性众生无边试验度 就是你这一辈子变出你这一辈子的众生 下辈子又有就是你的众生 所以是不是你自性变出来的众生 本来就无量无边 你这个无量无边都度化尽了 那你是不是就成火了 所以自性众生无边试验度 自性的烦恼就是什么 所知这样的烦恼跟烦恼这样的烦恼 慢慢把它灭除 所以自性烦恼无边试验段 自性的法门无尽试验血 法门无量都是依着自性而变出一切万法 七种性自性 这些以前学过 七种性自性就是七种第一异地 就是极性向极性自性 极性向大种性自性 极性向大种因缘称 得到了七种第一异地 就是说心的智慧 慧的智慧 心慧智 剑的智慧 超子帝 超恶剑 超子帝 超超佛 直到佛制到境界 这些都是你自性啊 就是你自性本来就具足 你要把它开花 最后才能够成佛 都是你自性法门无量无边试验血 自性无上的佛道试验场 如此的 我们今天就先提到这边 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